人家除夕准备怎么过啊 江总监 过年又不放假 在公司包饺子呗 那我可不会成全你们啊 全组多放三天假 赶紧你不要坐下 谢谢江总监 谁同意你都放假了 你是 我是总部派来的人事总监 以后放假的事儿啊 我说了算 多放假三天 我不同意 我是总监 这个组 我说了算 你 怎么回事啊 老板 有人要造反 你们两个来我报个事 老板 江十七不考虑公司的利益 给员工多放假 谁出来打工不是为了家人 辛苦一年了 让大家早点回去过春节 不是更能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吗 需要什么热情 公司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还发工资 他们就应该给公司好好卖命 那徐总是怎么给公司卖命的 看看你的工作时长 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十七组工作效率很高 放假的事儿是这样 你自己安排吧 谢谢老板 徐总监 您除夕务必在公司坚守岗位 好好给公司卖面 哈哈哈哈 多放假三天又怎么样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把假期给挣出来 我想到春节回家的票吗 没有我 江十七 你们组昨天全体矿工 所有人的年终奖取消 你的最佳员工奖也没了 昨天我们来了 还加班到晚上十点 是打卡机坏了才没打上 那只能怪你们运气多好 我怎么就打上了 你们没有打卡记录 就等于没上班 炒什么呢 又怎么了 老板 昨天江十七组全员矿工 简直就不把公司放在眼中 有这事儿吗 老板 昨天那个办公室啊 有人丢了台电脑 我们现在需要排查一下 昨天人员记录情况 这个小偷 只能是许总监喽 因为昨天就他一个人来上班 不信您查打卡记录 江十七 你别学口坏人 明明昨天你们都来上班了 哦 原来您知道我们没矿工啊 那您刚刚 是故意污蔑图师喽 我现在就给他们算全集 在职场跟我玩工薪计 小心活不过一几 大家上班 小时期你给我打一张 江总监 对面的万圣集团在买水军 发木公司黑稿 这次又是什么招说 怎么这么冷啊 谁把暖气关了 今天起 为了给公司节省资源 暖气取消 公司缺这点钱吗 我看你是故意找事儿 办公室这么冷 你让大家怎么工作 公司是找你来享福来了吗 给你们开工资 你们就应该感恩戴德 不知好歹 你不干人事儿 那我们也不干了 走 江十七 你别后悔 现在找工作的人多着呢 你牵脚走 我后久就招人入职 别以为你们不可取代了 那就试试 走 江十七你给我听着 以后公司有你没我 江总监 我回去拿个东西 不用 最后走的不会是我 看手机 黑熬的事上热搜了 你赶紧让江总监到我办公室 哎呀 怎么这么冷啊 老板 江十七浪费公司资源 既要放假三天 又讲究工作环境 我把它开除了 你个蠢货 人才才是公司最大的资源 义轮危机解决不了 你知道公司的股价 会点多少个亿吗 老板 哎哎哎江十七 你来得正好 只要你把这次 义轮危机解决了 我已经做好了公关方案 按照这个执行 最多两个小时 这次的危机就可以解决了 好 我来签字 你马上去找 但是徐总监说了 这个公司 有他 没有我 你被开除了 不是老板 江十七他万一 搞不定哪 达成 你写一份声明 还原事情真相 十分钟后给我签字 收到 可可 你联系所有头部KOL 他们不帮我们说好话可以 但是一定不要说坏话 好的 没问题 其余人按照方案执行 每半个小时 给我一次汇报 好的 肖总监 神奇啊 挨的是你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上去给我消失 哎哎老板 哎 徐总监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跟我斗 你活过一起了